美国职棒大联盟到齐队的日记球星 大古祥平在昨天很威猛 创下了大联盟史上的一个最狂记录 他成为了单季51支拳雷打 还有51次盗壘成功史上第一人 不只是日本球迷 全世界的粉丝都予有荣烟 好 不管是当地粉丝 还是在日本为大鼓加油的粉丝 都在庆祝这项记录 大鼓不但缔造单季5050记录 没想到他更是超越了 粉丝期待达成了单季5150记录 同时也写下了大联盟单场比赛 三支拳雷打和两次盗雷的第一位选手 再来关注美国大选 时间也越来越逼近了 倒数不到七周的时间 贺锦丽他接受了脱口秀女王欧普拉专访 大弹枪支拉拢中间选民 而以后朱利亚罗伯兹还有梅利史翠普 也都视讯来力挺 另一头川普则是语出惊人表示 一旦贺锦丽选赢了 以色列很有可能两年之内不复存在 甚至要那些打算投贺锦丽的犹太裔 赶快去检查脑袋 张大双手与美国脱口秀主持人 欧普拉来一个大拥抱 现身接受欧普拉专访的大来宾 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赫锦丽 在向来反对强制的民主党选民面前 贺锦丽竟大方承认自己有枪 大抢中间选票 罕见的发言让欧普拉惊掉下班 而这场密西根州的造势 星光云集 美利史翠普也隔空助阵 故意称贺锦丽为总统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则利拉 犹太裔选票 却语出惊人表示 若贺锦丽当选 以色列两年内就会消失 犹太裔要对此负责 距离大选胜不到七周 川普把话讲得更重 毕竟根据纽石最新民调 两人全国支持率 以47%打平 不过关键有百周 川普却输给赫锦丽 四个百分点 太师僵持 可能将以兵州决胜负 接着张会综合报道 我们下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打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打平